内法院明天就要休会了 那么赶在休会之前 希望能够通过国营事业预算案 以及灾害防救法 还有东部发展条例 不过呢 蓝绿协商破局 光是国营事业预算 蓝绿展开表决 就得花至少五个钟头才能够过关 今天议事又几乎是空转 一早进到议场 民进党立委还来不及出招 国民党立委已经摆好正式霸占主席台 空转了半天 还是协商破局 蓝绿在休会前一天下午 上演表决大战 民进党要求每一条都要重复表决 立法院长王金平才开始没多久 声音就已经闭嘴了 战争民进党提案通过的 请安赞成环队的请安部队 期前的请安期前 祭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院长恐怕要多保重 因为原本光是国营事业预算 就有四百多条要表决 重复表决等于是要表决八百多次 要花超过十三个小时 还好蓝绿协商之后 各退一步只剩下一百五十多条要表决 顺利的话五个小时就能搞定 而原本要处理的灾害防救法 蓝绿意见相左 现行版本是设立行政院 灾害防救委员会 由行政院副院长来兼任主委 行政院提出的版本 却是在行政院底下 设灾害防救办公室 由消防署副署长来兼任 层级反而下降 绿营无法接受暂时搁置 责任归属被降级 变成一个幕僚单位 幕僚单位是不需要负责的 副院长不见了 政务官退场 事务官免责 是逃避政治责任 越改越糟糕 朝野没有共事的不处理 那么有共事的呢 绿营颁出地址法 执疑明明不需要再协商 为什么不排入议程 从开议到修会 蓝绿频频过招 这个会期也没有意外 修会前还是得要 挑灯夜战 明日新闻 这么报道